串燒店 像素豆腐店 还有桌子椅子样样齐全 两三百个五花八门的摊商 早在三天前 通通来高雄梦时代卡位 因为今晚韩国瑜的选前之夜 就在这举办 看准韩总在哪 钱就在哪 有人甚至连夜开车下来 你是卖什么东西的 海鲜被 海鲜被 被壳 听说你开门车都没睡 没有啊 从昨天就开夜车了 丁城 他是三岁的古先生 日韩代购业者 却因为看准韩牛商机无限 前一晚特地从桃园开夜车到高雄 兼拆卖烤海鲜 而这位穿红色外套的许先生 今年四十三岁 更是在自己的摊位守了一夜 你现在吃早餐哦 看一下 他早餐 你来看一下 老板要做行李进行吃这个卤肉饭 南部人最爱这个卤肉饭 配上这一碗 哇 这是什么 竹笋汤 竹笋汤 一天开来勾住一条 是 有什么 有的要怕你迎接今天的 没错 今天要打行李 现在才早上几点 你要从现在拼到晚上十点 打准备 还有人干脆直接睡在货车上 你都没睡了 开不着 没了 住在这里而已 你这样躺舒不舒服啊 OK啊 OK啊 今天昨天睡得好吗 还可以啦 为了赚钱没问题 为了赚钱没问题 这就是你的床 是 赚钱OK 赚钱OK 睡在货车不只大人而易 妈妈是吗 对 小朋友刚睡醒吗 对 睡车上会不会太热 还好 还好 对 做生意小朋友也跟他 睡车上好累喔 还好还好 会不会累 不会累 五岁的王小弟弟 也陪着卖饮料的妈妈 凭经济 摊商们蓄势待发 在选前最后冲刺的夜晚 努力让自己的荷包 赚薄薄 记者朱写明 叶文祥 SNG小组 高雄报道